你知道吗 全红尘回家做了五件事 这五件事深得粉丝的喜爱 其实他做了六件事 而这第六件事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看到他回家天天做这件事 好心酸 觉得这个孩子心灵上受过伤痛 而且这种伤痛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越发刺痛他的心肺 为了平复童年时受到的伤痛 为此他这次回家 每天都要用心的默默的做这件事 那么这第六件事 究竟是什么事 让他受到如此伤痛 咱们先说说 他回家先做的前五件事情 他回家先做的第一件事 全红尘一下车 首先直奔坐在院里迎接他的奶奶 并且迅速地掏出一打钱 塞在奶奶的手里 他深深知道 自己离开家乡一走就是几年 是奶奶一手把他拉大的 长这么大也没照顾过奶奶 为此只能用这点钱表示一下心意 回报养育之恩 他做的第二件事 是去商场购买电瓶车 然后拉着妹妹 穿大街过小巷游玩 找回童年时去的快乐时光 第三件事 是由于他的回家 引来了大部分粉丝 在他家门口围观 粉丝有劳有少 大热天的 在这里等着他 就想见他一面 他看到这个场面 马上回到家里 切好西瓜给大家分着吃 西瓜没够吃 又回到家里拿水果分给大家 体现出了他对粉丝的爱 他做的第四件事是自己去麻张市场 万达广场去买东西 真正体现出了他作为体育明星 没有一点架子 到哪里都是个平常人 让人感到十分接地气 第五件事是让他心里最难以平静 因为粉丝在他家日夜守候 晚上都不回去 围观的人太多 吵闹声太大 他根本都休息不好 再说 一达全红禅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他参加了大小活动无数 可以说他累得身心疲惫 本来想回到家好好休息一下 没成想晚上都这么吵 让人睡不好 而且窗外还有无人积赛日夜的拍照 这怎能让他心情平静 好好地休息呢 即便是这样 全红禅也和他爷爷出来 耐心地告诉大家 回家休息吧 晚安 真正地体现了他大度的一面 如果没有保安的出手 可能他回家那几天 会日夜地让他睡不好觉 那么他做的第六件事 又是什么呢 他回家这几天 我们不难看到 他走到哪里都怀抱着小孩 对小孩非常喜爱呵护 即便是他要归队的那天 坐在车里头 仍然抱着小孩 小孩睡着了 他拉开车窗告诉大家 不要吵 可以说 全红禅在回家这一个星期里 都在用心地哄小孩 我敢说 在现实中 很多17岁的孩子 没有像残宝那样喜爱孩子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这样喜爱孩子的 我们都知道 全红禅小小的年龄 就离家去体笑训练 父母不在身边 为此他是十分缺少母爱的 不能不说 禅宝在小女孩身上 看到了小时候自己的影子 他抱小孩的样子十分细心 双手总是护着小孩的头 感觉在呵护当年的自己 他喜欢和疼爱小孩 其实是在自愈自己 治愈自己心灵上的伤痛 他7岁去体笑 因为体笑有吃有助 为此过早的 就离开父母 离开家 缺爱 没安全感 他认为 他怀抱着这个小孩 不能再像自己那样 让他得到更多的爱 让他有安全感 仿佛是在告诉这个小孩 没有事情 只要有小姨在 就让你有安全感 他知道 小孩内心里 最需要有安全感 需要满满的爱 网友们 你们觉得呢 评论区留言 全红衬的澳门惊喜之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全红衬结束了一项重要的活动 他现身澳门机场 准备返回广州 在这段时间里 他经历了六个没想到的故事 上人不禁感叹 他的硬气和奇妙的旅程 一 没想到的粉丝见面会 活动结束后 全红衬原本想尽快回到酒店休息 然而 当他走出会场时 突然发现一群粉丝围了上来 原来 粉丝们得知全红衬会出席活动 特意提前来到现场 等待他的出现 全红衬热情地与粉丝们打招呼 并满足了他们签名和合影的要求 这场意外的粉丝见面会 让他感受到了澳门粉丝的热情 二 没想到的美食之旅 在与粉丝互动完毕后 全红衬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 邀请他参加一场特别的美食之旅 他好奇地跟随短信中的指引 来到了一家具有澳门特色的餐厅 在那里 他品尝到了各种地道的澳门美食 如仆国鸡 猪骨莲蓉汤等 这场美食之旅让他大饱口福 他对澳门的美食文化赞不接口 三 没想到的神秘礼物 在美食之旅结束后 全红衬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 他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是他曾经在比赛中使用过的一枚金牌 原来这是澳门奥委会为了表达对他的祝福 特意准备的礼物 全红衬感动不已 他感慨地说 没想到我在澳门还能收到如此特殊的礼物 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四 没想到的邂逅 当晚 全红衬在酒店附近的沙滩散步 突然他遇到了一位在澳门工作的中国内地教练 原来 这位教练曾是他的启门教练 两人多年未见 在这位教练的指导下 全红衬在沙滩上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训练 这段意外的邂逅让他重新找回了初心 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努力的决心 五 没想到的烟花表演 在全红衬准备返回广州的前一个晚上 澳门举办了盛大的烟花表演 他幸运地目睹了这场美丽的烟花盛宴 五彩斑斓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让他陶醉其中 他感叹道 没想到在离开澳门之前 我能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色 这真是最好的告别 六 没想到的祝福语 在全红衬即将踏上返程时 他在机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祝福 一位澳门市民递给他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祝全红衬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澳门人民永远支持你 这张卡片让全红衬热泪盈眶 他感慨地说 没想到在澳门 我收获了这么多支持和关爱 这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这场澳门之旅 让全红衬收获了无数惊喜 他不禁感叹 人生真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美好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将带着这些珍贵的回忆和祝福 继续努力为国家争光 随着全红衬启程回京 围绕麦河村的喧嚣逐渐消散 长时间待在老家 却未曾踏足母校的人们 引发了关于全红衬是否懂得感恩的质疑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全红衬将老家的最后一战留给了母校 这一举动出人意料 9月19日 全红衬补促如学生般现身 与弟弟一同回到湛江体校 这里不仅是他与弟弟妹妹学习成长的地方 更承载了全家人深厚的情感 全红衬及其弟妹都曾在此受教育 启蒙教练郭毅 如今弟弟仍在此学习 而全红衬已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回到母校 他仿佛回到了昔日与教练 师弟师妹们的时光 那时的他还是个略显拘谨的黄毛丫头 事实上 全红衬进入国家队后 郭毅教练依然密切关注他的训练情况 去年亚运会两人偶遇交流甚欢 今年中秋回家团聚 全红衬与家人的深厚感情令人动容 郭毅教练也默默关注着他 尽管站在角落里并未被人注意 然而全红衬的弟弟妹妹 在教水方面尚有欠缺 尽管年纪尚小 但他们何时能够进入省队 国家队仍是未知数 全红衬的天赋与努力 非常人所能复制 他的成功之路也并非坦途 弟弟妹妹虽然天赋不错 但要达到姐姐的高度仍需努力 此外 全红衬的成功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和他个人的努力 除了跳水 他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在回归母校之前 全红衬还去了姐姐的学校 接受了领导的接待 并参加了活动 虽然姐姐已经复读 但他的目标坚定 学习之路也非常刻骨 除此之外 全红衬的开朗薄薄性格 展现了他被家人悉心保护的状态 在校园游时 他展现了童真的一面 身边还出现了两位保护他的神秘人物 他经历的苦楚并不轻松 尤其是在食堂用餐时遭遇的苦楚 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如此 他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小女孩陪伴着他 这也是亲情的一种体现 全红衬和家人之间的感情深厚 令人感动 即使现在生活有所改善 但家人之间的亲情并未淡薄 中秋家宴上一家人团聚的情景 令人难忘 他们珍惜现在的时光在一起 也是难得可贵的时刻 感谢观看